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霆 台湾网球女将谢淑为 前不久才结束温布顿网球赛 休息期间没有闲着 在台北一场公益网球营中 惊喜献身担任教练 教小朋友网球中的专业知识 并分享她的比赛经验 谢淑为未来会努力寻求 在美网公开赛拿下金杯 忍穿亚运则是9月份的备战重点 小朋友一个接一个上前切球 动作标准利落 台湾网球好手谢淑为 也在旁边示范标准动作 航空公司举办网球营 特地找来谢淑为担任教练 带领30位小朋友进行网球基础训练 分享经验 好像年轻的15岁 对很开心就是很难得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 然后小朋友很多 我觉得他们打得蛮棒 像因为像切球啊一开始 其实切球是比较进阶的版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做得蛮好的 我希望能像谢淑为一样 打进大满冠冠军 祝他生生历历 再一次打进大满冠冠冠冠军 谢淑为海外征战八个月 没有休息 目前返台休息备战 谢淑为表示 接下来的训练将和新助教一起合作 积极准备亚运 我最近才开始训练 然后找了一个助理教练 那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比赛 跟亚运做出最好的准备这样 没有确定我们就先磨合 等于有确定再跟大家讲 就像是你怀孕前三个月 你不能说一样 去年谢淑为和彭帅搭档 拿下温网双打冠军 今年更在法网夺得桂冠 旅创佳击 他笑说多冠后可以嫁人了 中央社界张志淑 蔡玉婷台北采访报导 开心接下奖杯 中央社影音中心采访制作的影音专题 掌中舞林 获得2014文创产业新闻报导奖 电视新闻报导类的肯定 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这真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新闻奖 那我觉得就非常感谢我的同事们 还有我的主管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你要把所有的素材收集起来之后 然后要怎么把它组织成一个 看起来就是有条有理的一个 专题的架构这样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掌中舞林以台湾传统布袋系 专心称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报导主轴 走访台湾布袋系发源地云林以及嘉义 采访老字号的霹雳布袋系 和新兴的布袋系团体三妹堂 带领观众了解布袋系文创产业化的历程 受到评审好评 专题摄影蔡玉婷表示 从小就和爸爸一起看布袋系 能将小时候的回忆结合工作 进而获奖 对她而言相当有意义 也感谢同事们的帮助 因为我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看布袋系 那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专题 我爸爸看得很开心 那我自己也觉得非常荣幸 专题类的话比较是后制跟摄影的角色 那第一次因为摄影得奖 其实还蛮开心 就是身边很多人的帮忙 包括同事给的建议 然后主任给的机会 逐上事后事后的检讨的带子 都给我很大的鼓励 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迈入第三届 分为广播类 平面媒体类以及电视类 今年一共有72间作品参赛 竞争十分激烈 中央社脱颖而出 再次受到国内新闻奖肯定 未来也将再接再厉 带给观众更优质的专题报道 中央社解红黄军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东南亚最大的华文书展马来西亚海外华文书市 26号在吉隆坡开幕 主办单位预估今年参观人次 渴望突破去年的七十万人 其中台湾馆邀请作为作家轮番演讲话题不断 人气作家九把刀开讲 场面更是爆满 今年忽然有时间了 所以我忽然之间觉得我可以跟大家提前的报告 等一个人咖啡是怎么拍的 然后达芬蒂是怎么拍的 以前是当导演现在是当监记嘛 那中间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 马来西亚业者表示九把刀的小说 一年有超过十万本的销量非常受欢迎 他的签书会大排长龙 光是号码牌就发到将近四百号 每一本签书内容都不同 书迷排上一个小时也甘愿 九把刀还精选当天最正的书迷 很懂得逗女生开心 很红很红 从我一开始觉得排队不会很久 到现在都觉得排好久 我们有一个九刀会 就是我们的粉丝会 我们私底下都会讨论九八刀的 新作品的电影之类的 另外畅销作家女王也同场举办签书会 吸引众多书迷捧场 显见台湾文学在马来西亚 现在正夯 中央社记者王一文 吉隆坡报导 英国白金汉公首次展出250年来 25位王室成员童年的生活物品 超过150件展品中 这台迷你007银色敞篷跑车 是1966年英国跑车品牌公司 根据007系列电影金手指同款车 特别为当年六岁的安德鲁王子打造 而去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长子 乔治小王子诞生 今年满周岁收到的木马也在特展亮相 乔治小王子独一无二的木马 在马球锤上还漆有红白蓝三种 代表美国和英国国旗的颜色 内涵的意义更深远 另外这段首次曝光的影片 王子和女王年幼时也骑脚踏车 玩翘翘板和一般家庭差不多 但有部分玩具是由厂商特制或专门定作 更凸显王室成员的尊贵地位 从1762年乔治三世国王买下白金汉公 作为王室的官邸后 王室后代都在这成长 各种精致衣服和鞋子 包括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小女孩时期 和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玩的洋娃娃 还有去年乔治小王子 接身医师签字的出身证明 各种穿的用的物品 透过特展展出 让参展的民众惊叹理念 装饰记者黄珍珍伦敦报导 小马联盟野马及世界少棒锦标赛 中华队在败布复活战先以7比0 玩封地主洛斯阿拉米托斯队 可惜完场以1比5再次败给波多黎克 只拿下第三名 今天的两场比赛 坦白说对小朋友的体力上是有一定的负荷 然后其实第一场比赛 小朋友说是赢的还算蛮轻松 但是第二场比赛对到波多黎克 其实他们的实力 其实当然不容小看 尤其是他们今年的投手群 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坚强的 中华队一局上就突破地主队 洛斯阿拉米托斯队封锁 轰出三分炮 四局上攻势再起将比数拉开到5比0 七局上再添两分成功晚风地主 不料随后再度对上强敌波多黎克队 依旧不敌对方打线与防线 只在四局上靠着一支羊川炮拿下一分 中场以1比5败北 无缘争冠 最少会有三四支的投手 是具有非常具有 很好的速度的投手 所以我们投手一方面必须要压制他们的打击 一方面攻击 攻击方面又要突破他们的投手的时候 其实又会有一定的难度 中华队连续两次败给波多黎克 教练认为在投打方面都有缺点 加上时差问题打起来有点没力 总体表现只能给60分 但精神表现不错 小朋友都尽力了 中央社记者吴邪昌 洛杉矶报道 美国大联盟精英队台湾投手陈伟英 台北时间2号迎战西雅图水手队拿下胜头 这是他首度生涯五连胜 累计战绩12胜追平了个人记录 目前大联盟胜头榜上第一名是13胜 英载只要再赢一场 就能名列胜头榜第一 同时也写下生涯单计最多胜 陈伟英7号上午将出战蓝鸟队 能否替自己写下新页 外界都很关注 更多体育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